第一個很多人說黃針輝 似乎是跟馬文君關係密切 但是看起來艦長跳船 我們看二次大戰 艦長都是把自己跟那個 把那個跟船綁在一起 日本精神 對跟那個羅潘綁在一起 對然後跟船同進退 沒錯 結果這個艦長跳船 可是潛艦怎麼跳船 潛艦跳船 門打開水就灌進來 黃針輝是水面艇 水面艇 他也不夠格當潛艦的艦長水面艇 所以黃針輝這時候表態 我覺得他昨天這個講話 表示第一個他跟馬文君切割了 對 我必須要講啦 昨天馬文君應該去告黃針輝 你侮辱我 可是他今天不是沒有告他 他也坐實了 我的確是把檔案給了韓國代表部 對 但是不是只有這幾個錄音檔 我不認為 因為這個錄音檔早就公開了嘛 好我們這邊插一下話 因為馬文君說沒有 我只有給這三個單位 一個是法務部 一個是韓國駐臺代表處 還有一個國防部對不對 對 這錄音檔就這個 對 現在當然公開 可是兩年前是絕密的 對對對 兩年前那時候絕密的時候 這個錄音檔裡面 裡面有郭錫罵人的 對 郭錫開公司的 就是現在巧心揭露的 對 可是真的關鍵是這兩個 郭錫P韓國SIA公司 跟英國GL公司 以及 慈顧問 以及柳廠廠堂 SI公司 就是韓國協助我們造廠上的 造建之後呢 就在這邊信傳媒喔 在2022年6月8號就有一篇塗家 說有6名韓國工程師被抓了 對 其實這個SI公司是在去年6月7號成立的 是 當時就是 一些在大雨重工的工程師 是 他們可能退休了 可能離職了 然後透過這個叫做慈顧問 成名叫慈程號 他是海軍的韓國海軍中校退伍的 由他去找這些大雨重工的工程師 來協助我們 我認為啦 韓國代表部不會不知道 但是說回來 你這灰色地帶 你退休了嗎 或者你已經 但是這個時候你馬文軍 你把這個資料給了韓國代表部 公開了嘛 對 韓國代表部第一個擔心什麼 你馬文軍跟中國關係怎麼樣 你馬文軍過去 你知道 你的意思是 韓國代表處可能原本不想出力 對 可是你馬文軍給了 表示馬文軍有了 對 那馬文軍有可能中國也有 對 所以韓國代表說 擔心被中國先施壓 所以需要自己來處理嗎 如果中國施壓的話 你韓國幫台灣造潛艦 這是中韓的外交關係 而且那時候韓國總統是親中的 對 還有就是 你今天你大雨集團 在中國的生意不用做了 對 所以影響很大 這為什麼這五個人被起訴 不得不起訴 對 那你馬文軍 我問你 你過去跟劉潔毅有沒有照過像 有嗎 哎呦 你過去你跟 哎 這個是郭錫講的 他們去上海的時候 馬文軍說 我要去上海見國代辦 馬文軍跟國代辦關係好嗎 大家記得嗎 在2021年5月中平社 香港中平社 裝返馬文軍 馬文軍說 哎呀 蔡政府啊 都買不到美國疫苗了 為什麼不買中國疫苗 對 所以你跟中國的關係韓方很清楚 是 你如果把這個資料 你 他這個等於是在韓國 告訴韓國 我手上有東西 對 我知道你從韓國在幫台灣造潛艦 這個東西說我右手拿來 我給中國知道的話 你韓國 吃不完兜著走 是 韓國要處理嘛 劃心界限嘛 這五個人不是我韓國政府 派到韓國去的 派到台灣來造潛艦的 全部判刑 是 是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造成這五個 韓國工程是被判刑的最大原因 他們被判什麼 他們是被 違反對外貿易法跟非法 非法的競爭防止法 是 你在做惡性競爭 你在台灣幫助 為什麼呢 因為你幫台灣做潛艦 跟我韓國的大雨集團 是競爭哦 因為大雨同一時間 也在造 3000噸的所謂的財電潛艦 是 大家聽到叫做 島山安倉號 這個潛艦 跟台灣很像 比如說我大雨的工程師幫台灣造潛艦 會造成我大雨公司 自己幫韓國政府造潛艦的競爭嘛 對 所以這變成說 在政治上 我要跟這五個工程師划清界限 是 從大雨公司來講 我也要划清界限 不是我大雨在中國的 所有的 所有的產業 全部都沒了嘛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 保安軍把資料給韓國政府 韓國政府非得處理不可嘛 對 否則怎麼辦 對 我怎麼知道中國會不會知道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外交事件 但是 可見就是說 馬文軍你去學是把這個機密的東西 交給韓國 那當然是外快就對了 對 那我認為韓國那邊 到底拿到哪些東西 還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以目前 韓國跟美國的關係 這些東西 遲早會公布出來的 好 非常謝謝這個范老師 非要問一下這個 我們共產黨 因為狀況是這樣 當時2022年6月7號的時候 朝鮮日報舊報 就這個 這篇報我們特別把報道說 韓國一家造船 廠業與台灣簽署 35億台幣的合約 派遣20名員工 包括有15名 韓國大雨造船潛艦事業部的 前職員到台灣 這些大雨造船全員工 泄密包含大雨的潛艦技術 韓國警方在今年3月 將6名涉案人士 逮捕後 移至檢查機關 並拘留 涉案企業法人代表的地體 這6個人被關到現在 都還沒有放出來 這是當年2022年3月的事情 2022年3月 然後在6月7號被解漏之後 大家就要問 韓國的情報單位怎麼知道 就是這份資料講 就這份資料講 這份資料講 裡面錄音檔我都聽過 裡面有個關鍵的郭喜批評 韓國SI跟GL 以及辭顧問與柳廠廠堂SI公司 這兩個給韓國的情報員 知道之後 嚇一跳 原來有個公司叫做SI公司 就這個 在江南區註冊 在幫台灣造潛艦 馬上啟動調查 所以這份檔案的曝光 百分之百 讓馬文君坐實了泄密罪 所以這個案情 未來你會怎麼看 馬文君的這個案子 我覺得他要用三個步驟 來阻擋這件事情 第一個 各位記得他黨預算 對 黨預算凍結 然後黨不過了 下一關 他就在講那個廠商的問題 記得嗎 就說為什麼要給台船做 為什麼不開國際標 好沒辦法 小英總統堅持要台灣自己做 這一關也過不了了 對 第三關就是 就開始做了嘛 那做了當然有很多廠商做 那就發現有這一家韓國廠商嘛 對SI 那最好的方法是怎樣 讓韓國廠商撤退 對 那韓國廠商撤退 最好的方法 就把它弄成是商業糾紛 對 就把它弄成是說 哎 這個韓國廠商 怎麼把韓國的潛艦的技術 交給台灣 所以才會有這些東西 交到了韓國 那交到韓國之後呢 韓國就用商業 然後各式各樣的方法 去處理了這幾個人 好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 他們內部的這個競爭 或者是說 看起來是不是跟他們的國防有關 但是重點是 對台灣人來說說 哦 怎麼這麼複雜 這把韓國勾到怎麼這麼複雜 整個節約好 不要再把韓國合作 這太複雜 再勾到韓國他們國內的事情 你知道馬文君是 真的非常非常糟糕 因為你看喔 馬文君那時候 在立法院執行的時候還說什麼 我告訴你喔 高雄市美術館附近有條韓國街 常常有韓國人在那邊 高韓國人談潛艦 他是先隔空喊話喔 讓韓國政府catch到這件事喔 那catch到之後 再把這個資料丟出去喔 這馬文君是非常非常過分的 好 那他這樣弄完之後 第一個就是 這些韓國人 可能就不太敢再幫台灣人了 對 就是說這些人有些人被抓了 那沒被抓的呢 沒被抓的也不太敢 幫台灣做這個事情了嘛 那這個案子是不是就會慢下來了 對 那就達到馬文君的目的 喔 我剛剛講三關嘛 先擋預算 對 沒辦法 接下來就說那你又不會開國際標 因為國際標一開下去又拖很久嘛 那國際標有沒有可能 A國來標了以後 他就給你放的你知道嗎 講好五年蓋好 結果說不好意思我都沒有蓋 怎麼樣怎麼樣 那第三個 標到了 就是現在韓國廠商 就處理韓國 那處理韓國呢 就讓韓國跟台灣的合作 破局 是 只要一破局 台灣人感覺還 這個案子就是說 阿不然整個韓國合作 那就delay了 那又delay了 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嘛 所以我們在談說 他有沒有去泄密 有沒有 泄給韓國 或泄給中國 或泄給什麼 各的市場 對馬文君來說 這些也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讓這個潛艦的 這個進程啊 慢下來 整個慢下來 那這才是他 我發現 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至於 他把這些檔案 因為連政奧都聽過了 就代表這個檔案很多人聽過嘛 不然李政奧什麼咖 他聽過 他聽過代表很多人聽過 我們就是吳征耶 你把他尊重一下 吳征 以吳征為首的 揭壁集團 揭壁集團好 吳征這事情很故意哦 他在辦公室 很好笑 你知道嗎 誒我們有給誰給誰 但是我們沒有給國防部 啊然後呢 有人關心你 他硬拗說給國防部啦 他硬拗說 黃詹會錯誤爆料 我們沒有給海軍事件事件事件 很重要嗎 我們問的時候 你為什麼給韓國人啦 對 你知道檢舉這種 國內的事情 你要給調查局 要檢查官 什麼對不對 你給韓國人幹嘛 我們關鍵是 通常 你現在都去 based我們沒給海軍司力部 我們沒有關心海軍司力部 這種叫欲蓋彌張 你知道嗎 搞不好 贏就是他辦公室的人 怕害到海軍司力部啦 因為可能辦公室 跟海軍司力部管理 沒關係 最不把自己害 所以我們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 變化了海軍司力部 講這種廢話 沒有用 你要跟大家解釋 你給韓國人做什麼